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免费提供智商法律员处罚 有兴趣的可以到里面看看 来 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你好 我是齐北斗 好 齐律师 谢谢 下回见 拜拜 公司的剪辑你看过了吧 看过了 我们呢是专门为 职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的 这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是这样的 我公司的领导和我爸年纪差不多 他总喜欢摸我的鼻子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性骚扰 这要看你领导的主观意图是什么 是否还有性动机 你受到这个行为之后的感受和反应 如果说你有任何心理上的不适 那这就是性骚扰 他有什么动机我不清楚 但我肯定是不舒服的呀 他又不是我爸 但他是领导 我能怎么办呢 我可以告他吗 你有证人吗 证人 我没有 那他还有类似的行为吗 我现在最怕在公司和他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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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公司特别小 我和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我特别尴尬 怎么样 这样 我有以下几个建议可以提供给你参考 第一呢 就是避免跟一行领导长时间的共处一事 第二就是面对性骚扰的时候 一定要态度明确 一定要坚定 又比如说你的领导目楼目标签 如果你当时的反应是明确的拒绝的话 那我相信你的领导 也会清楚你的立场 也不会再对你性骚扰 还有一点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保持工作上的独立性 不要让对方有机可乘 无论任何人 只要他的行为让你觉得不适 你就永远有说无的权利 我男朋友 他竟然会怪我 他说是因为我上班时 穿着太过于性感 所以才导致这样 我觉得挺委屈的 我的建议呢就是 作为这场女性 在公众场合还是 稍微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个人形象 衣着是不太适合 太暴露或者性感 我们既要选择那些不良人事 还有一点就是要保护好自己 对吗 不好意思 齐律师 我打断一下 我想请问 法律是如何界定 衣着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暴露或者性感 这种暴露和性感 又是根据谁的感受 来作为依据的呢 法律无法界定 人性的诸多问题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减少伤害 保护自己 难道不是因为长期以来 舆论总是将女性 受伤害的原因之一 故为女性自身不检点 才导致于到现在 还有这样的观点出现 男性骚扰女性 一定会有人质疑 是否是因为这个女性 本身有不雅之处 这就是典型的荡服羞辱 这个小妹妹 你没有做错什么 做错的是那个糟老头子 如果你的男朋友 如果你的男朋友 因为这个事情而责怪你 这种男朋友不要也罢 如果那个糟老头子 他还敢骚扰你 你就抽他 让他记住一辈子 什么叫为老不尊 你要让你们全办公室的人 都知道 你不是好欺负的 姐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你要是我们领导的就好了 作为一名律师 我的建议还是 不要使用暴力 这样的话容易给对方留下把柄 那可以告他吧 那你就告他 不用担心律师费 有大律师 无偿法律援助 当然 我们德龙伟胜 会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 有任何事情就找我 我们律所有二十四小时资金服务 这里有电话 小心台阶 还是律师会说话 我想西亚集团应该不存在性骚扰吧 至少男性对女性不可能 西亚集团 百分之八十都是女性 算是做到男女平衡了 但是这百分之八十里 都是中低层 西亚集团董事会 对 自成立以来 只有过一位女性成员 这算不算 性别歧视 一说到两性话题 你就想个斗士 当今世界 需要这样的斗士 晚上一起吃饭吧 不必了 沃曼山还有事情 关于这场女性的两性话题 我还想向你讨教 就算是斗士 也需要吃饱了饭 我们再战斗吧 我们下一次的主题 是职场霸凌 你有兴趣参加吗 好啊 我想这西亚性骚扰是不太有可能的 但是职场霸凌 应该不可能没有吧 你话里有话 我早就听说西亚有个女魔头 如果我要是个魔头的话 为什么前面要加个女子呢 我相信我做着这些事情 换作是任何一个男领导 大家只会视而不尽 那如果艾米 是个男员工 你会怎么注意 当即开除 不给她时间反省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并不是歧视男员工 只是这个社会 本来给女性的机会就不多 我并不想看到一个年轻女孩 刚走入社会就被毁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一百个男人 九十九个都觉得我是个怪物 那也无所谓 只要我能帮助一个女孩 够了 九十九个男人 那我就是那个 百里挑一的了 一百里挑一的 开车了吗 女司机喝酒不开车 我没有歧视女司机的意思啊 那我先走了 嗯 拜拜 拜拜 我的团队综合调研了这家月子中心 软硬件设施全部达标的 只有上面第一家 不过是否盈利尚不清楚 还是需要你亲自去看一下 我会的 不过我们董事会 真的要收购月子中心吗 具体还不清楚 不过你的判断很重要 小总 来来来 欢迎欢迎欢迎啊 谢谢 来 快起 小总 我先带你啊 参观一下我们月子中心 好 这是专家咨询室 这是我们的签约室 来 这边起 这边区域呢就是我们宝妈的一个休闲活动区域 你看啊 我们这儿环境怎么样 环境是还不错的 我们呢 诚挚地希望能够和西亚集团合作呀 您放心 我会如实地向董事会汇报 在这里的考察情况的 好 谢谢 好 来 对边请 这些妈妈们一住住一个月 也不能出门 她们不闷吗 怎么会闷呢 你不知道啊 当了妈妈以后啊 根本停不下来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妈妈们呀 生活很充实的 宝妈要是一旦回奶啊 选择什么样的配方奶粉就特别重要 尤其它的成分啊 配方啊 这些方面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吸收 小总 这就是我们的护理主任李美哥 非常厉害啊 她会亲自手把手 知道啊 新手保爸保妈 怎样护理宝宝啊 你看啊 这个宝宝喝完奶以后啊 你就把它这样轻轻地竖起来 然后搭到肩膀上 身体稍微往后倾斜一点 然后这个手这样拍到后背 这样把气格就拍出来了 你看 它靠在我的肩膀上啊 就会很有安全感 原来这才是抱小孩的正确姿势 我以前一抱小孩儿小孩就哭 那当然了 抱孩子是有技巧的 来 你再试试 不 不用 不用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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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我说的做 他不会拒绝你的 你看 多可爱呀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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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来 来 来 你把这个手再抬高一点 让她的头放在你的肩膀上 对 就这样 来 来 来 吐口水了 多可爱呀 来 来 好了 不用送了 留步吧 那萧总 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萧总 外面挺冷的 把衣服穿上吧 小婴儿的口水不脏的 很干净 下次见 来 来 莫大夫 真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经理 对了 恭喜你跟娇蕊 喜得千金 谢谢啊 娇蕊怎么样 还好吗 她挺好的 你是来看月子中心啊 刚好我们集团会跟这家月子中心合作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拿到好价钱 不用了 我妈跟娇蕊她妈都过来了 能照顾得好 两个妈妈都来 这不把你太太给逼疯了 我前两天本来想请个月嫂的 结果 前两天哪能请到啊 现在的月嫂 都要提前半年才能请的 是啊 要提前半年 现在终于知道了 那现在怎么办 交水要来吗 不用 我不想把我的老婆跟女儿 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交给一群陌生的人 有时候陌生的专业人士 可比什么都不懂 干着急的亲人要强 什么就什么都不懂 干着急的亲人啊 婆婆和丈母娘 是不能同时出现的 这是常识 你让两个妈妈都来照顾 这是很愚蠢的 是 是啊 我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还需要一个不生孩子的人 来交给我 莫大夫 我只不过好心给你一个建议 帮你解决问题 抱歉啊 我不是真的想攻击你 我之前也说过 有的人就算要孩子 他也未必能负着起这个责任 我说回我刚才的建议 我真是觉得陈娇蕊可怜啊 我找找产客同事 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如果月嫂实在不行 咱们请个有经验的护工也行吧 小明啊 说什么呢 请什么月嫂啊 只有你妈我有经验的 我告诉你 我一个人能带童童 不许请月嫂 家里不许有外人 是是是 妈 您最有经验了 童童也最喜欢您了 那是 我孙女一见奶奶就笑 一离开我呀 就哭得哇哇的 小明 月嫂什么时候到啊 没事 别管 我来 月子中心 除了价格高之外 普及度也不如月嫂 我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离自己比较远 尤其是针对男性 可能 一时难以接受月子中心这个概念 需要宣传推广 但是我认为 但是我认为 女性去月子中心 会是大势所趋 因为在专业的环境当中 宝宝也能得到专业的照顾 新妈妈也不必忍受 那些长辈的打扰 可以更好地休息 这是解决家庭矛盾 很好的一个办法 各得其所 这是你的想法 大部分的女性 还是需要整个家庭的重视的 尤其刚生完孩子 她们需要家人的关心 可家人的过度关心 其实会给新妈妈 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的 当这种关心 并不是新妈妈所需要的时候 反而会造成误会 激发矛盾 导致新妈妈心理抑郁 hindering 忍瞎 师哥 能看得出来 这些孩子都真心喜欢你 对啊 师哥 嫂子这会儿是不是还坐月子呢 那你这会儿出来工作 直接太敬业了吧 不是我敬业 是在医院比他家有成就吧 莉莉 你进来一下 进来 萧嫣姐 你找我 莉莉 你把EDS的项目图纸给我一下 这个项目之前一直是蕊姐抓的 她之前跟贾芳签的保密条款 应该带回家了吧 所以你没有 没有 好 我知道了 李总 EDS那个项目啊 之前一直是陈娇蕊的团队在做 我想等她产嫁回来之后 我想等她产嫁回来之后 让她继续做 那个项目 不就差一张方案图纸了吗 那张图纸陈娇蕊带回家了 这个项目不能再拖了 你找个人 去她家拿一趟 可是这个项目 以前一直是她亲力亲为的 让她有始有终 不好吗 是她自己中途放弃去生孩子了 我不认为她是放弃 这是没什么好犹豫的 你现在是她的领导 不管是她做还是你做 这个项目的成果 都属于你和你的团队 老大 给我准备一个母婴大礼包 要个顶级配置的 是要见土豪妈妈吗 要真是客户就好了 是很难对付的人 竟然还有让你觉得难对付的 担上我 给你装上的 想混 是吧 我错了 我先忙了 老大再见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给不足月的婴儿吃好友 不是 你没文化没常识就算了 还轴 我跟你说啊 这种人啊 最可怕 你跟他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 你脑后反骨 好可怕的 我的天哪 气死我了 你说这个小明也是的 让他找个月嫂 就是找不到 天天忙 我看他是故意吗 上班都轻松啊 在医院里面肯定的哪一群人围着他 把他当救世主 都求他治病 在家就不一样了 你天天哭 孩子天天哭 还不当儿科的逃兵 他这不是当了家庭的逃兵吗 他到医院里面去喘气去了 你呢 你呢 你想喘口气难了吧 好 这吧 这就是女人 电话 电话 垃圾广告 现在没人招呼 恭喜你啊 有宝宝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当妈妈很幸福吧 我一会儿可能会路过你家附近 想代表公司去看看你 方便吗 谁啊 生孩子都半个月了 才想起来要来看你啊 对不起 你好 嗨 恢复得真不错啊 快请进 阿公 客人到了 这是给你和宝宝的礼物 真不好意思 让你破费了 我要换鞋吧 都可以 真不巧啊 宝宝刚睡着 没关系 我不是来看宝宝的 我是来看你的 怎么样 休息了好吗 我挺好的 来 就是家里人啊 天天看着我 这不让做 那儿不让干的 天天把我照顾的 快成一个废人了 一家人都宠着你 真让人羡慕 我都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回公司了 在家待的都不想回公司了 公司也没有位置啊 那怎么可能 只要你想回去随时欢迎 你能代表公司 我代表我的部门欢迎你 娇蕊 家里来客人了 这是我妈妈 我同事 萧嫣 阿姨好 你就是萧嫣 这样大名 阿姨 那个 这是我的名片 我有两家美容院 欢迎来体验 谢谢 谢谢 陈院长 行了 陈院长 快坐下来说吧 来 坐 那我萧嫣看上去 你挺好的 状态挺好的 好 谢谢阿姨 萧嫣是代表 你们公司来看你的吧 那你们公司想得 还挺周到的 她是来找我要东西的 要我的劳动成果 那你既然这么不想见她 就跟她说你不在家不就完了 我在家坐月子 我能去哪儿 那你也可以说你不方便啊 一会儿她来了 让你妈抱着孩子进卧室 不许出来 一步都不许出来 不 我有点不理解 现在这个状况 你这么难受 你干吗非得见她呀 想看我笑话 做愣 听说你是娇蕊的领导 公司结构调整 我的团队和娇蕊的团队合并了 原来你们两个人是平级吧 我一下子就当领导了 好厉害啊你 妈 我都跟你说过了嘛 萧嫣不是一番人 娇蕊的工作能力也很强的 只不过她需要平衡工作与家庭 作为职场女性 确实吃了点亏 来 吃点水果吧 我女儿就是吃得怀孕的亏 那她也不是 娇蕊现在多幸福啊 有莫大夫这么体贴的丈夫 喝水 喝水 妈 你要不要进去看看童童 好啊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 老公 你别站着 过来坐 妈 她坐月子都这么美 你这个做丈夫的压力不小吧 妈 你 你这儿我女儿子 你这儿都这么美 你这个做丈夫的压力不小吧 对了 莉莉给我发了你们新项目的策划案 说让我帮忙给你看看 莉莉倒是挺上心的 那个新方案我看过了 确实生没生过孩子还真的是不一样 你可能不懂新妈妈的刚需是什么 其实啊 整个的状态呢 都是很甜蜜很幸福的 混乱嘛 当然会有一点点 但是比起初为人母的骄傲和自豪 那些小小的烦恼 都是甜蜜的负担 好像孩子醒了 你们不需要过去看看吗 有朗朗和奶奶在呢 够了 够了 笑语 头头饿了 都哭了半天了 要不你给他喂喂 我不都存了奶了吗 存了呢 这孩子不知道今天怎么了 死活不喝瓶里的奶 要不你回到房间里给他喂喂呗 我同事在呢 阿姨你好 让同事等会儿 好 来 那个咱们先进去 那个咱们先进去 不不这个 新郎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屋 我一会儿就过来 还等什么呀 这孩子都哭半天了 你赶紧吧 娇蕊 走 进去 进去 mor事吧 来 来 来 赶紧赶紧 我把她 Echo конф hanno 你看你包的包的包 就行了 好嘞你 有完那碗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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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她这么当妈的吗 现在孩子最重要 她想什么呢 太自私了 你看她 行了 行了 妈 要我先做饭 行行 我一会儿做 我先一会儿去 你为什么不拦着她 我拦了 我拦了 她的力气大 我拦不住 你知不知道 彤彤也真是的 你说这奶瓶死活不肯喝 我有什么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我说你这个人 你也真是的 你说 小明说得真是对 你自己都够狼狈的 你为什么要 叫人家到家里面来啊 你说别人就算了 还硝烟 你活该 你让人家看笑话 你在这儿 我说了你别说了 你看看人家硝烟 多好活得多明白 不生孩子 漂漂亮亮的 对吧 你坐在那儿 像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你不生孩子 你跟她是一样 平分求色 平喜平坐 你一生孩子 整个一个 给人家当水催在这儿 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 好了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帮我拉开 你自己没手啊 我磕不到呀 这会对我恨 是是是 自己要为难 你穿什么这样的衣服啊你 这件衣服 你生孩子之前 你就嫌小了 你现在这不一定要 就好呀 好了 你不要 那这个垃链 好像给我弄坏的了 你真的是 这生孩子生傻掉了你 这衣服贵不贵啊 是什么牌子啊 我看 贵不贵啊这件衣服啊 你又怕是吗 不行 我是有些工作上的事情 要跟交友对一下 我知道 给他点时间吧 我等他 上次不好意思啊 说话不太跟我脑子 没什么 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 如果别人家的事 你了解得不是很清楚 最好还是不要随便给意见 我现在是陈娇蕊的领导 关心他是很正常的 娇蕊不是在休产假吗 公司的事情 不是应该回公司再说吗 休产假就需要二十四小时的守着孩子吗 这是在绑架一个母亲 我倒觉得你应该让她喘口气 你说得对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娇蕊很好面子 争强好胜 这一点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她现在工作不太顺利 团队解散了 你应该能想象到 她有多失落 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更撑着她吧 孩子现在对你们来说 肯定是第一位的 但是重心和焦点 不应该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啊 给孩子的爱 只需要满足她的生理需求就足够了 给再多的爱也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你的妻子 你需要满足的 是她的心理需求 相比孩子 孩子的母亲 才需要得到加倍的关心与爱护啊 听你说得对啊 孩子很直接 饿了哭 尿了也哭 只要她不舒服了她就会哭 你马上就能知道她怎么了 立刻就能去满足她 可是大人为什么哭 她永远不会告诉你 得靠你自己去猜 我到底怎么了 我到底怎么做 才能够让她不哭呢 可是最后发现 我做什么都没有 老公 老公 你们聊什么呢 你们怎么不吃水果啊 吃水果 老公 给 我看你们挺忙的 我也不打扰了 但是有件事情我要问问你 我相信你也听莉莉说了 你们之前的项目 现在由我在负责 EBS集团那个项目 那个 莉莉说图纸在你这儿 你方便帮我找一下吗 那个项目只查这份图纸就OK了 真不好意思啊 我卧室里面乱得要命 你说的那个什么谁的图纸 我有印象 但是我真忘了放在哪儿了 屋里都是宝宝的东西 我不确定一时半会儿 能不能给你找到 你着急吗 没关系的 不用找了 那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注意身体 宝宝醒了 要不要跟宝宝玩一会儿再走啊 不用了 我没有宝宝缘 真的抱歉啊 没能帮上你什么忙 没关系的 那你好好休息 我们公司见 慢走啊 拜拜 你有 masa Sam 为什么不给萧oten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吓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吓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你睡了吗 没事啊 就睡不着 你快夸我 说我优秀 你快 我还有什么优点 我忘不掉 又怎么能忘掉 你的心跳 已留下记号 却还有你 看到我所有 闪耀 闪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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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